每次在網路上看到 這片現在可不可以勾入 會不會買貴了 還是以後會完全版 就會覺得非常無言 嫌買一個遊戏 都有決定困難 這樣玩也太辛苦了吧 但加速力 問的是快打三五五 唉 你的苦鬧是可以理解的 這遊戲剛出時 非常搶手 地下街跑了一整圈 都是缺貨 好不容易看到架上有賣 那片居然是會員限定 因為實在 太想看到欠秘完美的大腿曲線 就忍痛給他加入了 想不到 回家一圈 要差一點兩個後面 靠 劇情比柯林的裙子還要短 開打前 先來一口熱酒 玩到破台時 酒居然還是玩到 玩到 玩到破台時 竟是超級別人 拼了 拼了拼了 拼了幾十關 倒在給誰 竟是幾種熟了 上網對戰 也沒懲罰機制 各種拔線 害贏家做白宮 這過沒多久 七明兄就出600塊的李秋皮 雖然製作團隊 有出來道歉 說什麼 形成太感 才讓遊戲不安全 但後來 搞了一個修正 把春麗的魯瑤 跟欠秘的基圖修掉 那根本就是100相贏 哪來的時間緊迫啊 在乎你是對戰斷人 要不然就快打5了 真的是人生一大損性 不過那些 都已經是成年往事 現在這個版本 大膽買下去 就對了 街機模式終於復活 合理的規則適當的難度 讓你練練招軟軟手 在正式打人前 先增加信心 而且還能收集圖片 就像只想歸電腦 也大滿足 訓練模式 也增加了對戰等待功能 讓你邊打木樁邊等亂路 再也不用傻眼看圈圈 懲罰機制意識完善 發現率大幅降低 可以安心玩 不用怕戰果平白消失 唉 這些理想當然 應該有的東西 在發生一年後 總算幸福夠於生氣了 而之所以說這版本 值得入手 是因為他給了一個 很有誠意的更新 增加VT2 他用的改版 都是加一個性格性 後來稍為修正平衡 就糟糕了 內容太少 不精緩 驚喜感過沒三天 就蠟然無存 對性格性無興趣的 竟然是平衡開機了 內建的服裝肯定籌 要順延 就得再花台幣140元 但這次 真的人人有種啊 大家摸索 新造勢 新對策 少說研究一個月跑不掉 再加上之前所提的收集要素 新舊玩家都可以玩爽爽 得到回本的滿足感 老卡 終於做對一件事了 現在的金棒 要大機 有大機 要對戰 有對戰 要劇情 有劇情 要射情 啊 還是要額外花錢買啦